今天我们要带您前进国际航展 深入了解特技飞行的奥妙 同时也要带您来分析 这个现代飞机最新的发展 那么二月下旬所盛大举办的新加坡航空展 每两年举办一次 它跟历史最悠久的巴黎航空展 以及英国的法恩堡航空展 并列全球三大航空展 同时也是亚洲规模最大 由于全球航空业是全面的复苏了 国际航空运输组织IATA就预估 今年营收将会创下历史新高 达到9640亿美元 因此吸引超过有50个国家上千家的公司参加 TBS也特别派人前往报导记录 其中就包括了大陆国产客机C919是首次的海外亮相 能够抢占多少的商机 是各方瞩目的焦点 而在航展当中最受到欢迎的应该要算是特技飞行表演了 除了新加坡航空之外 还特别邀请了包括澳洲南韩印度印尼的特技小组精彩献祭 不过这些帅气表演背后其实非常考验着飞观还有整体后勤的能力 我们马上就来为您解密 首先看到的就是各国精彩的动态操演 加坡航空战上各国空军大秀特技表演也成了个型的训练机 另类的争取斗艳 对头二人近日最不陌生的南韩黑衣特技小组帅气登场 以空中为画布T50沟叫机画出南韩国旗中的太极图 喷出的三色彩烟让现场目不转睛 与此同时同样是南韩研制的KT-1B 印尼空军特技小组驾驶登场 很考验飞行员默契 印尼军方很俏皮空中画出大爱心 另外澳洲旗下的PC-21教练机编队飞行超整齐 但别以为只有定义机能大放光彩 旋艺机同样大秀画式表演 印度的北极新直升机来去自如超轻松 另一头商用客机也在航展上秀肌肉 空中发誓大秀极限飞行要展示就算是客机也没问题 因为后进来自中国大陆的C-919国际处女秀新加坡登场 虽然是保守飞行但自家人先相挺 旗下航空周日宣布买40架C-919 新加坡航展上户边描头台面下订单气势也要摆出来 画爱心画太极图 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会跟我一样好奇 这到底是怎么飞出来的呢 没错这次的新加坡航空展 我们看到了一共有五个团队进行飞行表演 分别是印度空军的孔雀 印尼的木星 还有澳洲皇家空军的轮盘 南韩空军黑鹰 以及在地的新加坡空军等等 那么当然我们看热闹也要看门道 马上有请专家来告诉我们 首先要介绍的是前空军试飞官 同时也是国际情报组长李文玉 李教官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教官现在也是民航机师 但是先前飞过的军机非常多种 当然从一开始的T34 然后之后的T33 A-T33 F51 F5F 然后到后来的IDF F16等等 对 一个一只手数不完 好厉害 我们要再来介绍的是TBS的军事记者 刘婷婷 婷婷好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婷婷这次也有去新加坡航空 做了实地的观察 是 没错 一个多小时的特计飞行当中 现场评价最高的 或者是让人最印象深刻的 包括哪些 那和黑鹰小组 对 主要大家对他们就是战孤绝口 对 然后还有是新加坡的F15SG 搭配他们H64 亚帕七的一些搭配型的表演 他们都印象很深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印度的孔雀飞行小组 因为比较特别 大家对于飞行小组的一个 比较刻板印象就是 战机 训练机 战斗机这样子的 对 但是因为印度的孔雀飞行小组 他们是用直升机来表演 那大家觉得说 直升机既然是旋翼机 它的飞行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一些些 没有喔 它的飞行速度也是很快 而且不要以为它说 它只这个直升机它也会喷盐 对 所以它的效果 所谓的升光效果是真的非常好的 对 但是刚刚提到的 首先提到的是 南韩的黑鹰特技艺小组 跟大家分享一个成年旧照 这张照片是我2016年首次 访问西加坡航展的时候 当时在前东家的时候 然后我背后其实就是当年的 黑鹰特技艺小组 南韩的 他们在做这个炸弹开花 所以我刚好在想说 这个场景非常好 我一定要在前面做个Stand这样子 然后时隔多年他们 不管是传承或者是 接下来他们有更多配合 这个现场音乐的一些演出 其实都是非常到位的 其实最重要的 为什么要去参加航展 第一就是要卖飞机 这个是个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 他们希望透过展示自己的产品 吸引其他国家来购买 然后第二当然就是 来展现自己的军力了 然后另外很重要是 当然是所谓的输出 自己的染实力 因为很重要的事母可以看到 在南韩的这个表演当中 他们不只是对比 其他一些国家的音乐 他们反而会融入很多的K-POP 对 所以我们在听到很多 可能像是Gamnam Style 就是我们就觉得 耳朵嫩香 还有我怕输出 对对对 所以大家对于他们的这个 而且像他们有些 做出一些意象 是在空中画这个爱心 然后爱心中间还有那个 就是直接剑一阵穿心的感觉 很可爱 然后还有包括画这个太极等等的 都是南韩的印象 印象真的很深刻 是 那教官是不是也觉得黑鹰的表演 这个如果你要评分的话 从专业角度来帮我们做一个评分 是 当然这一次的刚刚婷婷也提到 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惊艳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的配乐的搭配的选择 就不只融入了这个进行曲的元素 K-POP的元素 然后在表演不同的画面的时候 譬如说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 太极的那个部分 它就从非常激昂的配乐 然后因为太极是属于他们的国徽 所以在国徽的这个展现上面 他们就是用一个很庄重 很庄严 隆重的这种配乐的方式 然后来呈现这个太极图的表现 所以这一次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好不好 然后一边看画面的时候 再请教官来帮我做解说 要画出这样子的这个太极 到底有多么困难 是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 好 当韩国黑音小组 在进行这个太极图的表演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两架飞机其实一开始 是从下面6点钟的方向 开始反时针的方向来飞 然后现在飞到了9点钟的方向之后 开始内圈的飞机跟外圈的飞机 已经有了一个分别 就是画不同的轨迹 内圈的飞机呢 要在外圈的飞机转90度的时候 它就先完成180度的转弯 随即之后 它立刻再完成另外一个 180度的转弯 所以第一个 它的激励 它的转弯率呢 基本上要是外圈飞机的两倍 第二个它这个圆呢 必须要维持持续的激励 跟维持持续的速度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 和谐的这个画面呢 我觉得是飞行员 第一个当然它必须要 很精准的把这个飞机操作 在同一个平面上面 然后完成了两个 就是尤其对于内圈飞机而言 它必须要计算得刚刚好 因为你如果转弯转极了 或转松了 那你画出来都不会 刚好在这个圆里面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要 地面可能也要有人 来跟它讲转松了转极了 然后做一点微调 但基本上你的基本的样子 飞行员要记住这些参数 然后把这个样子给飞好 是不简单的 那我的问题是 我们刚刚提到 那个180度的那种飞行 它平常光是这样 你都不要讲说 要不要做出一个太极图 光是这样的180度的飞行 都已经要训练多久吗 当然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一个圈其实是不大的 所以它如果要在这么小的圈 这么小的范围里面完成这个圈 那基本上 它们都必须要经过计算 我其实尽力了多少速度 多少的激励 然后要用多少的高度来飞 然后所以这些都必须要经过计算 但是其实我们除了黑鹰之外 全球著名的表演小组 包括了像美国 最有名的雷鸟 对不对 蓝天使 然后俄罗斯有勇士 宇燕 那中国的话就是八一了 那么英国的话是红箭 那当然我们台湾也有 就是雷虎小组 好 这么多的这些飞行小组 教官以您专业的角度来看 各有哪些特色 是 基本上美国俄罗斯跟中国的八一飞行表演队 这三个国家用的都是现役的第一线战斗机 是成立专属的单位 专属的涂装 专属的人员 那所以这样子的操作成本是非常的昂贵 其他全世界的不管是英国的红箭 法国的游击兵 然后台湾的雷虎 甚至日本的蓝色冲吏 都是由各国自制的喷射教练机来弹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宣扬国威 也就是告诉别人说 我的飞机工艺可以造得出来 那这架飞机工艺造出来的结果呢 又可以展现出这么优美的动作 你包含这一次其实那个黑鹰 也都是他们的T50 没错 那其实讲到黑鹰 台湾的观众朋友并不会陌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到新加坡去参展之前 曾经先飞到这个小长机场来做整补 时间就在大年初三号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画面 一共分成三批陆陆续续的降落 那么加油整补之后再飞到新加坡去 当时很多的航空迷 你看到都赶来朝圣 有的甚至前一天晚上就要来等 窝在车上睡 就是为了要一堵黑鹰的风采 其实跟台湾这么有缘 我们也做了一下整理 从2013年他们要飞印尼的时候 你看陆陆续续 每一次都到小港机场来整补 对不对 真的很爱台湾吗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高级教练机 它是T50的精英式的教练机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称号 叫做伟国机 为什么呢 蒋经国的弟弟蒋伟国先生 表示说他跟我们的经国号 可能是拿来相类比的 或者是叫小IDF 这一点请婷婷来告诉我们幕后的故事 其实要造飞机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第一要考虑到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你的工业能不能有够精密 可以制作这些飞机 第二就是你的自制力为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T50当时是很初期的时候 它想要造飞机 那据说其实是有跟当时因为汉小做了IDF 完全的量产完结束之后 那你就有一批航空人才嘛 那如果国家没有要继续坐飞机的时候 这些人要去哪里找工作 那自然就是会被当时的那个南韩的工业KAI 就南韩的航太工业直接去挖角去了 那人数后来说只有13人 可是到底有没有13人不知道 可是后来我们知道说南韩其实制作了这个T50的训教练机 大家就觉得这个外观怎么长得跟我们IDF 有那么一点点类似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发动机 前面这两侧就是那个进气口的位置 有没有觉得就是跟我们IDF一样都是在两边的 外观就真的跟我们IDF很像 不过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 其实南韩它能够做出T50 还有包括之后它的延伸版的战斗机FA50 它其实不只是有汉详工程师 它背后其实还有洛马 洛克希德马丁的帮忙 所以可以看到南韩它在制作的这个飞机 或者是训练机或战斗机这个产业链上面 它其实是有很多国家帮忙这件事情 这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几年后来像是在蔡同仁内 她认为说不行啊 我们这些国方人才要赶快留在国内 所以也是积极的来推广 不管是国际国造还是国际国造 对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非常感同身受 2000年我在美国当副武官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接受美国一个民间单位的邀请 然后在一个地方他们叫做Fairfield 然后办了一个航空展 然后我们set up一个post 那当然那时候我们有IDF的这个已经造出来了 而且都已经在服役了 那南韩基本上T50都还在under development 就是还在持续的这个座中 所以他们那时候的空军武官 特别跑来我们这里 然后就是秀他们的browshare 然后结果我看的那个browshare 基本上跟当时IDF的version 几乎跟IDF是一模一样的 可不可以就这张图稍微解释一下 坐舱的这个功 F16是在后面 IDF是在前面 所以在其实就跟婷婷刚刚讲的 从中间以前 基本上就是跟IDF极为类似 尤其你在看那个黑鹰的表演 很多角度看起来 你会觉得其实奇怪 怎么好像是IDF在飞行 所以我刚刚说我的感触很深 就他们现在新一代的 这个KF21 也已经是下一代的这个隐形战机 也已经开始试飞成功 而且要即将进入了 真的是蛮感开的 不过我们看到的特技表演 刚刚婷婷已经提到 一般来讲都是战机 但是这次最特别的就是 航展中唯一的一个用直升机的 那就是印度空军孔雀特技小组 那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就是海豚帆 教官是不是就画面 再来帮我们做精彩的介绍 OK 我们知道飞机之所以能够飞行 基本上它的生力是最重要的 那可以看到他们这几架飞机 都是悬翼机 那悬翼机在一个垂直翻转 它等于说是垂直拉伸之后 然后这时候用舵的转弯 来进行翻转 这个部分是属于边际飞行的状态 那为什么说边际飞行呢 因为直升机的致命上就是 它没有办法倒飞 所以它在这种 只要是不正常的这种状态 就是手用的不正常状态就是 机头非常的高 或者甚至倒扣来状态 都是属于不正常状态 那刚刚在三架飞机同时表演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算是这种失速倒转 它其实那时候飞机是已经失速了 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这样的情况 所以它就是靠顶了一个舵的方式 让三架飞机同时往一个方向倒下来 这个三机表演 同时做这种边际操作飞行 确实是比较吸睛的 但是我们先请教一下教官 一般我们都知道飞机就是固定翼 一个就是您刚刚介绍的就是旋翼 那请问一下 到底哪一种来做特计飞行会比较难 如果说因为特计飞行基本上它就是 希望能够引起现场观众的共鸣 能够引起共鸣的最大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噪音 那你当看这些军机把那个afterburner 就是后燃器全部都点燃的时候 那种连心脏都在震的那种那种感觉 第二个就是它很绚丽的动作 那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要比较精彩跟精险的部分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以这个喷射战斗机 随便这样子的一个表演都烧的是美金 当然烧掉不少美金 非常非常昂贵 基本上对 这个即使就是以最近公布的F16 好像是26万吧 对不对 但是26万那只是油钱 对那只是油钱 那你如果这飞机的折旧要加进来 把它的这些订更件保养 这些全部算起来的话 至少超过100万台币 所以每一趟下来 大概都是烧掉1000万台币左右的表演费 然后到航空展刚刚一直在讲 就是希望能够推销了 那么印度这个直升机好像也是不例外 对不对 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拼外销 不过刚刚教官已经点到 他还是有他的短板 对不对 而且这架飞机航行前飞航记录 对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北极星他们叫HODU 这个是印度国产他们的直升机 记录上面来讲是有点堪忧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016年的时候 当时就他们记得空胸高层 有讲了我们过去几年发生了16起 有关于这个直升机的意外 那12起是人为4起是机械原因 他就说那可能也是要跟大家说 其实有些是人为的啦 不是全部都是机械的状况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案例 就是厄瓜多就曾经跟印度 买了7架这个直升机 但是没有想到呢 他大概之后有4架就坠毁了 所以后来厄瓜多想说 那这3架我想卖别人 但是也没有人买 那就是现在一个比较窘金的状况 那我们马上再来看到的 就是新加坡本身了 他们当然也要精锐尽出对不对 人家都来做了这么精彩的表演 那我自己本地的怎么样呢 好 他们听说派出的最大咖 是F-15SG来出场表演 而且教官也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动作 好像只有他才做得出来 为什么 我们现在看 他起始的速度 基本上就是一个 低速高公角的情况 结果在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可以看到他持续的加速 然后持续的让他拥有 这个飞机的full control 就是他没有失控没有离控 然后一直到顶点之后呢 还能够顺利的把这个loop给完成 那我觉得他已经就是 第一个明显的告诉你 我这飞机非常的暴力 我告诉你我低速的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几乎要进入 相反操作区的情况 所以相反操作区就是 你在低过了最佳巡航速度之后 你要维持相同的高度 你就要用更大的推力来维持它 那这样才能够保持更小的速度 但它不会爬升嘛 那它就保持一个同高度的方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在一个高公角的情况下 开始进入爬升 那这时候就完全要靠 你有足够的后燃气的这个推力 也就是你的推重比必须要足够 然后另外在顶点的这个部分呢 大概就是你的所有的 这个loop里面速度最小的情况 那在速度最小的情况下呢 飞行员会面临到 Departure 就是所谓的离控 这架飞机可以看到它在 不管是在高速 在低速 在这个高公角加速的情况 一直到低速下来 它都可以维持一个 非常丝滑的一个操作 所以这表示这个F15的SG 它在推力跟它的这个飞行操控能力上面呢 都是可以受到人家瞩目的一款飞机 赵官有一起联合著作的这个 编队飞行里头 其实就告诉我们很多飞行员 非常厉害的一些训练 因为每一次的飞行对飞行员来讲 都是身心的挑战 尤其有一位这个特技飞行队长 他就曾经说过了 他说为了要做一个完美的跟斗 我们刚刚比划的时候很容易 对不对 可是这个跟斗其实你知道吗 它的身体要承受的负担 大概是4到5个G 也就是重力加速度 也就是说有4到5倍 给你的体重压在身上的那个感觉 对不对 尤其刚刚教官也在那边比划 这样子翻过来好像很容易 可是这是飞机倒飞 就是像我们图片这样子的倒飞的话 那倒飞是跟牛顿定律来相抗衡吗 是 像这个就是一机倒飞 一机倒飞的情况下 你的人所有的重量 是靠你的肩带挡住的 所以你的飞行员是有点被 怎么讲就是悬吊在半空 就有点像你现在做那种 不是钓繩瑜伽吗 那种感觉一样 就是你是整个的重量 是被压在上面的 那飞一个loop又有点不一样了 一般人就是进入的时候 我要先推头加速 让我到足够的动能之后 我才能够慢慢换取胃能 让到我在顶点的时候不会失速 然后之后再下来 那这时候飞行员他要承受的 不同阶段的激励 在第一个开始 往下推的时候 你人是先浮起来的 然后开始等到在稳住的时候 大概是一个机 然后开始要带起来的时候 就刚刚主持人讲的 就大概四到五个机的压力 你就会被压在座位上面 那假如说 譬如说我们以上身躯干 然后或者是讲最简单的 这个头盔好了 头盔的重量加上脑袋的重量 加上这些氧气面罩 假如说是五公斤好了 一般而言大概就是五公斤 你的脖子承受五公斤的力量的话 那这时候如果是四个机或五个机 就是二十或二十五公斤的力量 压在你的脖子上面 那这时候你为了避免你的血液 受到重力的影响 而离开脑袋 那离开脑袋的话 第一个你眼睛会先看不到 就是所谓的gray out灰视 然后带来就会黑视 你就看不到 但是当血液持续的离开你的脑袋的话 你就会产生所谓的G-lock 就是L-O-C 它叫loss of consciousness 就是失去了意识 难怪飞行员在飞行之前 一定要做各种各样的 很特殊的一个训练 那么其实婷婷可能还没有 能够有机会去体会一下这个5G 但是我们有一个同事 那就是我们的驻美特派 尼嘉辉 她多年前 她趁着法国的职业特技飞行小组 到美国去表演的时候 那法国团队有让她 跟着教练一起飞上蓝天 去体验一下什么叫5G 好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报道 所有人抬着头目不转睛盯着天空 这是全球最大的民用喷射机职业特技飞行队 他们像跳芭蕾舞一样 灵巧优雅地在空中变换队形 穿上连身飞行服 戴上飞行头盔 TVBS带你感受这独一无二的 空中特技飞行之旅 以队长一号机为中心 做编队飞行 靠着默契和专注 机队以时速700公里的速度飞行 机身距离只有3公尺 垂直分裂让人瞬间感觉到 5倍的重力加速度 接着一个同滚飞行 全身血液又被推往脚步 还来不及搞清楚哪里是天哪里是地 一下子投下脚上倒着飞 在地面上看到的优雅翻转 在空中可是经历了一阵翻角 虽然看似惊险 但其实过程比营销飞车还要平顺 刚刚刚转他们还准备了 这个空袋破信号 这一本没有队上 哇 这个激励 要抗激励 对不对 所以必须要有些特殊的训练 到底要做哪些 还有我们常常会听到几个专有名词 一个叫什么G-LEAF昏迷 一个叫空间迷向 就是怎么回事 教官有亲身感受过吗 当然所有的战斗机飞行员 在进入战斗机训练之前 都必须要经过空军航空生理中心的训练 那这个航空医学中心 他们有专业的机器 让你来体验缺氧 让你体验空间迷向 让你体验大肌昏迷的这些感受 因为这三个情况 在飞行的时候都是最不乐见的 那也就是第一个 你要先让自己知道 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会进入到这三个状态 你以后才知道 我快要进去了 那我要怎么样的避免 那真的会空间迷向 就是完全已经搞不清 现在身在何处 是这样吗 基本上人之所以能够体验 我们的身体的状态感知 基本上就是半规管 你的耳朵里面 它有一个X轴Y轴的方式 然后它刚好是两块半规管 然后随着半规翼的流动 你知道我现在正在加速 因为半规管的移动 然后来告诉你 现在减速 那所以飞机最怕的就是 我们所谓的那种死亡 死亡的这个飞行 就是说 假如说两架飞机 在做编队的时候 那我如果有地平线参考 我知道掌机现在在转弯 因为我现在可以看到海面 我可以看到地面 现在我是在转弯的情况 可是如果一旦进入了云里面 进入云里面 你已经没有外界的参考了 那你还是跟掌机在飞行 那你当掌机改屏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觉得 我怎么感觉跟静云的时候 我还在转弯的时候 然后所以明明是改屏 可是你会觉得转弯 那转弯的话 对于辽机的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转弯的意思就是 你必须要不断的去调整飞机 结果其实现在飞机是四平八稳的在飞行 结果你自己反而觉得 我现在怎么在转弯 所以你自己一直在告诉自己说 现在转弯 掌机怎么还不改平 怎么还不改加气 你有碰过自己空间名相的时候吗 当然这个所有的 那时候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就是空间名相另外一个叫拒手症 就是说你会觉得有一只手 上帝的手一直在压着你 就是我明明是平飞的状态 我现在看着我的仪表板 现在告诉我我现在平飞状态 可是我怎么觉得一直是 一直是在一个侧飞 甚至一个倒飞 或是甚至在一个爬升的状态 那这时候飞行员真的就是 要仰赖你的这个训练 告诉你现在就是平飞 现在就是平飞 你把飞机天地线摆平 然后这个天地标 这个把小飞机压在上面 这就是平飞的状态下的话 你一定要相信仪表 不要相信自己 尤其因为人本身 尤其在飞行之前 我们在官校之前 十几年 二十年 你都在2D平面生活 你从来没有在3D空间里面运动 所以人本身就不是设计来 跟鸟一样飞行的3D动物 所以你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然后来告诉你 在3D运动中 很可能会发生哪些可能的情况 然后来阻止它发生 没错 没错 好 新加坡航空展 这一次还有另外一个亮点 那就是大家都非常矚目的 那就是大陆制的客机C919 它们是首度的出国亮相 那么到底有哪些特色 然后各界评价又是如何 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新加坡航空展 除了我们刚刚带您所看到的 非常绚丽的空中特技表演之外 卖飞机当然是一定要的 那么这次有中国蒸汽机之称的C919 也首次的出国亮相 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而且它们成功卖出了40架 不过都是卖给自家的西藏航空 好 我们先来看这次的报道 大陆国产大飞机C919 首次出国门展演 参加两年举办一次的 新加坡航空展 出场秀飞行中规中矩 但话题热度却被大陆媒体 吵到最高点 此刻正在空中翱翔的 就是我国自行研制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单通道干线客机C919 蓝天白云下 C919展现出了流畅的机身设计 和轻盈的飞行姿态 此次参加新加坡航展 也是C919国产大飞机 首次飞出国门 在世界舞台上亮相 强调C919采用最先进 气动设计 推进系统和材料 碳排放低 燃油效率高 目前在大陆境内 执行商飞任务都相当顺利 C919的飞行技术状况是非常稳定的 然后安全运行的数据也是良好的 从2023年5月28号 我们商业运营开始 一直到2024年的1月31日 我们C919已经 然后已经运载了11.6万次的旅客 这回一共有两架C919到新加坡参转 生产商中国商飞还带了三架 载体支线飞机ARJ-21 组团要招揽买家 我认为将来 C919会是一个很流行的飞机 因为它有很好的线 和空间的能力 为游客和游客 尽管C919成功引起关注 新加坡航空展 首日获得新签订单56架 不过捧场的还是4家航空公司 请签议 西藏航空与中国商飞 签署40架C919高原型 和10架ARJ-21高原型飞机订单 河南民航发展投资公司 则是签署6架ARJ-21衍生机型订单 在C919基本型的基础上 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 满足高原地区运输要求 座位数为140-160座 起降性能满足中国区域内 全部高高原机场 今年是C919的集中交机年 除了中国东方航空要继续交机 还有中国国际航空 中国南方航空和金鹏航空 将迎来首架C919 其中金鹏航空将成为首架运营 C919的民营航空公司 为我们将来建设航空强国 注入了非常大的信心 C919代表着大陆对民航客机市场的野心 不过众所皆知 C919虽然号称大陆国产 引擎等零件主要还是从西方国家进口 加上商用准飞阵到目前也只有大陆发出 相较C919的保守飞行 就会新加坡航空展胜 欧洲空中巴士派出A350-1000 出场飞行秀就来个大角度转向 展现飞机高性能 这款飞机采用三成五可持续燃料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至于美国的波音公司 因为先前接连出现客机事故 就会罕见缺席 美派商用飞机参战 本次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展台上涵盖了战斗机 教练机 直升机 无人机 运输机 特种飞机 应急救援装备等 七大具有高技术水平 和广泛市场前景的 军民用飞机 厂战客机市场外 大陆在新加坡航空展上 小秀肌肉 战机模型 一次排开 在户外实体机 则是摆出号称 中国版阿帕契 直10M1 武装直升机 新加坡航空展 是亚洲最大型的航空展 这回展机共六天 预计有超过五万人参观 好 进一步来了解一下C919 这里有一些基本的资料 它是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所制造 不过引擎的部分 还是美发合资公司的 那么它是中短程 而且是单走道载体客机 马上请教一下机长 刚刚有提到了 他卖40架给西藏航空 听说是一个很特殊的版型 叫高原型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设计 我们知道这个 第一个我觉得这是很不得了的举动 第一个因为它的原始版本 都还没有卖到国外去 它的原始版本 都还有许多需要验证的地方 它就已经发展高原型了 高原型是一种特殊的版本 基本上在高原机场 它的运作是需要民航局 特别的规范的 为什么呢 因为高原机场它的空气稀薄 空气稀薄的话 造成它生力就会不足 生力不足 要弥补它的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把它跑到家常 然后发动机变成更有力 第二个就是把飞机缩短 基本上它们采取的 大概就是可能在发动机 还没有办法更换的情况下 它们基本上就是 先把飞机做一个缩短的部分 全世界五大高原机场 全部都在中国 所以它的飞机 必须要经过特别的设计 那就是刚刚讲的 除了它的场面提供更长的跑道 然后更好的设施之外 飞机的部分 它的氧气供应系统 然后它的发动机 跟它的一些控制系统 都必须要加以的修改 而且您也提到过 C9R9在研发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们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们有一个最便利的 就是它有各种 不同的地形跟气候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跟我们说明一下 也就是这架飞机 它可能是海岛国家要买 那它可能就是热带的气候 它可能是中东沙漠国家要买 那它可能就需要偏向干燥 然后炎热的气候 那它可能会是在属于欧洲 或者俄罗斯的话 它就需要冰天雪地的 那所以这些不同的气候状况 在中国大陆的国土里面都有 那所以这个919基本上 它比较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 它这架飞机造出来之后 它可以在不同的场域 不同的天候 不同的状况下面 去试飞 去营运 去搜集足够的营运资料 那这些资料呢 对于它们不管再改进 就是让它的激情更完善 它还没有正式开始去申请 美国的FAA认证 也还没有申请这个 欧洲的ASA认证 那但是呢 它已经获得了中国的CAC的认证了 那如果未来它可以累积到10万小时 20万小时的安全运行记录的话 那其实它这架飞机 它已经不再那么的care说 美国到底卡不卡它 或欧洲会不会卡它 发证的这个问题 当然了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 他们是很希望能够三雄鼎立 所以创意名词叫ABC 为什么刚好Airbus A 波音就B 那中国上飞就希望成为C咯 然后这个ABC的部分 但是这次的订单又是如何 其实波音跟空八还是很有展获的 你看我们的新宇航空 就订了八架对不对 然后另外波音的部分 还比较有趣了 因为大家都记忆犹新的就是 因为今年一月初的时候 阿拉斯加航空就是波音的客机 结果机身一片舱门 整片剖落这个意外 被吸走了 对 被吸走 这个很罕见吧 对 有点不可思议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 那婷婷像这种情况之下 波音它还是没有 就没有带客机去对不对 所以这次是军机 但是还是有声音 这是不是意味着整体的这个 空中的市场已经复苏了呢 我觉得在疫后的这个状况之下 因为当国际旅客就整个开始 回复到疫情前 然后甚至现在的数字上面来讲 它的是恢复到超过 甚至超过75%甚至9成 这个复飞率的状况之下 现在不管是Airbus 就是空中巴士或者是波音 持续的订购飞机 那在新加坡航场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像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Airbus用星宇就买了8架 而且月姐买了63架的A3206 那当然听到波音那些就会比较 刚刚可能会觉得性点毛毛的感觉 但是我们知道泰国还有文莱 他们还是买了至少这样加起来 有快50架的78T9 就是Dreamliner的系列 现场其实有看到中国商飞 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代表 也有去他们的摊位去谈 去了解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 为什么这次中国商飞 他们飞到超过是一个 非常历史性的时刻 因为过去像刚刚赵官讲的 都是在中国的境内飞行 但是他今天能够飞出来 而且他首次到新加坡航展 能够验证什么事情 第一他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官媒全部都全程 记录这件事情 他要飞4000多公里 飞了6个小时去新加坡 而且他全程没有落地 表示说他可以在空中 飞6个小时降落在一个 海岛型气候的新加坡 所以就验证说 这过程的系列是完全安全飞行的 其实在当天他们 不管是Airbus或者是Comcat 他们都是有在现场 做这个飞行表演的 Airbus就展现了A350 他们就飞了非常地激烈 就是要展现说 我的飞机避行能非常地好 就跟我们以前看 而且我的门不会掉下来 对 你看像包裹包子 就是有点 我们看就觉得说 你现在飞好凶 在他飞的状况之下 让底下的观众往上看 是看得到他A350 你就说你飞很凶 你把民航战斗机再开的那种感觉 展现你Airbus的性能 但是当天的Comcat 就比较保守一点点 C919怎么飞 他们在现场就这样子 然后绕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 可能走比较安全牌 我先验证我飞机可以飞 飞得安全 至少验证他们可以飞这些事情 而且我们来比较一下售价好了 你看C919的价钱 如果跟波音还有空妈 他们认为的主要对手来相比较 的确是稍微实惠一点的对不对 所以可能他们以后的目标 课程也会不太一样 当然 好 稍待一会 婷婷还要带我们来开箱 运输机 这可厉害 那就是德国A400M的运输机 好 登上运输机感受究竟如何 马上回来婷婷继续告诉我们 请每一走开 当你一手信德区A400M的运输机 可以看到它机舱内部真的相当的宽敞 而它的运载能力呢 其实是鉴于C13东J以及C17的中间 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架能够兼顾战术与战略的运输机 本德国飞里新加坡三家航战A400M运输机 两侧有吊挂座椅最多可承载116名散兵 各国军官登机互动 A400M可包其他战机空中加油 更有售油管接收备加油 户外展区同样吸睛的 还有美军的P-8A反潜机 美军P-8A曾多次通过台海 也在俄乌战争中协助乌方锁定俄军舰 美方邀请美艇上机 但不得携带摄影器材 生产商波金都是很乐见分享 除了定义机悬疑机制造商 更把支撑机搬进展馆内 喊出不仅为商用运输 更可作为监控 以及伤患医疗后送 期盼看准台湾市场 只是全球供应链大delay 问题怎么办 各场商都喊出信心满满 但焦急骑程恐怕仍打上问号 这段节目我们的运输机可要登场咯 没错德国A400M运输机的知名度 真的要好好来感谢一下阿汤哥 因为在电影不可能的任务 失控国度当中 Tom Cruise可以说是在飞机上头 搏命演出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 是不是很壮观 而且据说阿汤哥是亲自上阵 不用替身的 而这架飞机就是我们刚刚婷婷 走进去开箱的德国生产的 A400M运输机 好 讲到这架运输机 其实刚刚阿汤哥在电影当中 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你觉得它挂在门边对不对 婷婷你也挂在门边 我没有想到阿汤哥如果离开 那我就比较Lady一点点 就坐在旁边 为什么A400M运输机到现场主要是因为 Airbus也是到现场希望可以推销 这一架运输机 然后他们是找来了德军 德国的军队空军就直接飞到新加坡 那德军后来有就是顺利的上到飞机 有跟他们交流 他们说他们飞了14个小时 然后沿途有经过像是印度 去加油然后就转转再飞来新加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A400M 为什么会让外界对它整个很关注 是因为大家过去对于运输机的印象 都是Lokside Martin的C13-Done 就是像我们自己现在也有飞的 但是问题是C13-Done现在面临一个状况 是它其实已经到了它比较后期 而且基本上已经寿命已经差不多的一个状况 对比较老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 现在比较新的一些运输机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A400M或是像是巴西的C390 其实这两款都是比较出于 不管是高阶或是低阶 大概中间版的一个运输机的状况 我们刚刚看到说为什么A400M很厉害呢 是在英国空军去年7月说它创下一个记录 它竟然是连续飞行了一万两千八百公里 全程二十个小时又三十六分钟没有落地 那这样是非常惊人的 那为什么它可以办到这件事情 所以主要当然也是跟它的 它是从英国嘛对不对 就直接飞到关岛的安德森空军机 对那它可以做到这个事情主要原因 当然就是因为比较新型的运输机 它也考量到它自己有加油的需求 所以可以看到像是A400M还有C390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照片 它其实前面就有在它的座舱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就在上面的那一块 售油管 对 售油管 它自己可以接受别人的加油 所以就等于说它的整个航程 因而就可以延伸 的确是非常的特别 其实刚刚婷婷也特别提到了 在现场你还介绍了另外一款 就是C390的运输机 现在看起来如果说C1300 真的我们必须要考虑其他的采购 我刚刚讲到南韩其实好像也采购了C390 对不对 其实像这两款的话 就再做一些比较的话 是不是请教官给我们一些比较专业的见解 专业不敢 但是我想空军的运输 基本上就是分两个大的方向 一个叫做战略运输 一个叫战术运输 C390跟1300它是属于比较战术空军的 当然台湾目前为止我们有效的管辖地方有限 我们最远的运送大概就是到南沙群岛洞沙群岛这些地方 目前为止以1300这种航程的飞机来讲 基本上算是已经足够了 但是C390它算是一个新的 横空出世的飞机 它是巴西的Emberio公司做的 它的运载量比1300大了快一倍 就是大概多了80% 然后它的航程也是至少多了60%以上 记得2017年吧17年18年的时候 13栋跟390的售价 一个我记得是7500万美金 然后390的话才大概5000万美金 所以又便宜了25%以上的这个部分 那目前台湾因为受到国际政治的博弈的影响 对我们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所以台湾我在想未来再替换目前的C13栋H上面 应该还是会持续采用C13栋J系列 作为H系列的后级机轴 军事采购其实从来都是很多的政治考量了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精彩的分享 因为其实去看这些国际的航展 可以看到航空机趋势的一个发展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同时也是了解国际军武走向的一个良机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我们稍后一会再回到踢观点 好 今天欣赏了这么精彩的特技飞行 也让我们对于空军舰而多了一份敬意 今天非常谢谢您加入 我是专开文 我在踢观点 下次同一时间再见了 拜拜 拜拜